本视频展示了手术前后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跌倒。 当您在术前中心PSC登记时,请告知我们您是否感觉虚弱或有行走困难。 我们将提供轮椅帮助您。 坐下后,如果感觉虚弱或难以站立,请勿自行站起。 请向我们寻求帮助。 手术前,我们将询问您是否曾跌倒过,是否有视听困难,或是否感觉虚弱或不稳定。 我们还会询问您所服用的药物。 您的回答将帮助我们了解您跌倒的风险。 如果您跌倒的风险高,我们将为您提供黄色袜子和黄色腕带以供穿戴。 这将帮助我们共同努力防止您跌倒。 我们遵循特定规则来确保您的安全。 当您走路、穿衣或使用洗手间时,跌倒的风险更高。 为确保您的安全,我们将陪伴您,在您进行上述事项时提供帮助。 如因任何原因需要起床,请使用呼叫铃。 我们将前来提供帮助。 当您需要做手术时,我们可能会帮助您步行至手术室,或可能会用轮椅或担架送您前往。 我们将帮助您上手术台,确保您的舒适与安全。 手术后,您将在麻醉后监测治疗室PEC-U或康复室醒来。 我们将帮助您适应环境,确保您可以轻松触及呼叫铃。 我们将拿来您的个人物品。 如果您使用眼镜或助听器,请佩戴。 请勿尝试自行起床或站立。 您可能会感觉清醒,但麻醉的副作用会增加您跌倒的可能。 如有任何需要,请使用呼叫铃。 您可能需要卧床一段时间,具体取决于您的手术情况。 我们将在安全的前提下帮助您下床。 我们可能会为您提供助行器或手杖使用,或帮助您坐在轮椅上。 如果您与手术当天回家,我们将帮助您穿衣。 当您准备好离开时,我们将使用轮椅送您前往医院出口。 我们随时提供帮助,确保您的安全。 如果您对预防跌倒有任何问题,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找到更多资源。 前往www.msk.org 搜寻FALSE跌倒 您还可以向您的保健提供者询问更多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